田富珍的一翼高雄演唱会可以说是一波三折 之前先是因为疫情延期至9月 原定要在上周五亿联唱市场 却因为重感冒失声紧急宣布延期一周 16、17日他好不容易顺利开唱 又因昨天台东大地震影响演唱会暂停了15分钟 没想到今日又因为雨震不断 为了大家的安全 他只能忍痛取消最后两场的演出 稍早主办单位宣布 因近日全台地震频繁 经主办单位与艺人团队审慎开会后 为顾及现场观众演出团队 及所有工作人员安全 忍痛宣告取消田富珍一一巡回演唱会高雄站 9月18日、9月19日共两场演出 造成诸多不便请大家见谅 在开唱倒数4小时前传来这个消息 虽然粉丝都觉得难过遗憾甚至是崩溃 不过由于台湾多处陆续传出灾情 据说田富珍演唱会的舞台设备也被摇坏 所以还是很多人都支持她的决定 觉得她这样做才是对的 Zelina也赶快留言安慰很心疼 但虽然很舍不得 还是希望一切平安无事